5月5日是农历立夏日 鹿港镇公所首度重现立夏假米的传统 镇长徐志宏亲自准备高汤 肉灶 鲜虾 在镇公所一楼大厅煮菜拉米 不少民众及长者专程前来排队等候品尝 毒品的肉 糖尝更多 吃鸡都好 鸡肉很好吃 这是很传通 以前只对我家的孩子 我也是同样的孩子 所以这个人被淑粉是这么君子的古代味 二十四節氣的一個立夏 在我們六港早期 可以受到老文的觀念 一直傳承 這種一個影響 可以說這個立夏就代表 春天已經過去 夏天已經到來的一個立夏 可以說我們老文的早期 在我們六港在立荷 這天都會吃一個荷蜜 代表說我們這個 這個麥田 它是豐收 油麥來做一款麵食 家裡來做一個享用 立夏我們六港早期 有做這個 下一個蝦蜜 以及直接補麵 這個風修 這種品質著 一些老文的觀念 把我們在地的一串 再次拉起 立夏吃麵的傳統 最早可溯源至近潮 所謂入下面心上天 流傳是為了慶祝小麥豐收 在立夏吃麵可以強健體魄 象徵五穀風燈 為大家帶來好運 公益頻道林俊明 入港採訪報導 我們就期待到 下的時候 再頒 真的很 Nano